今天在无极的展台看到一款特别有意思的产品啊 智能头盔屏 它是一款以骑行者为载体的智能多媒体信息发布平台 也就是说它的屏幕可以用来播放视频 显示图片播放文字的 比如说像我们魔旅出去组队骑行 可以把骑行的主题啊对名啊都打在屏幕上 然后也可以播放好玩的视频等等 比如在城市里骑行 你可以播放一些体现展现你自己独特个性的一些文字啊 一些画面啊 然后比如说你是那种私营小业主啊 或者你的公司啊 这种的广告啊都可以打上去做一些宣传的作用 总而言之就是吸睛个性又好玩 刚才说的多媒体功能以外 它可以与摩托车的车机系统互联 它能监测车辆的状态 可以同步显示转向灯啊应急灯啊刹车灯啊等 就非常醒目啊可以提升安全性 然后它匹配无极给予OS安全平台后 当意外突发情况发生时 这块头盔屏幕就能立即触发 声光警示效果 请求周围车辆路过的车辆行人援助 骑行安全守护平台会第一时间收到事故信息 然后与骑手取得联系 在确认用户需要救援的情况下 将提供待位救援与远程综合救援 非常的人性化啊 基于车机互联以及人机互联等功能 在未来的时间里 它会肯定会越来越丰富 非常值得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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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